2023年末 美国大约20多家银行持有被联邦监管机构认为 需更严格监督的商业房地产贷款 这个迹象预示 可能有更多银行面临提高准备金的压力 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 去年公开警告银行业谨慎评估写字楼 零售店面和其他商业地产的大额债务风险敞口 他们将密切关注那些商业地产贷款总值超过总资本三倍的银行 在这些银行中 监管人员将特别关注那些商业地产贷款组合 在过去三年至少增长50%的银行 如果超过这两项预值 恐面临严格审查 近期股价暴跌的纽约社区银行 是目前接近该门槛的最大一家 但许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可能越先更厉害 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2月14日表示 将向德州边境派遣更多国民警卫队 来协助阻止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越境 肯普表示 如果拜登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继续让美国人民失望 乔治亚州别无选择 只能介入 此前 田纳西州 阿肯色州等多州表示 会派遣国民警卫队增援德州 近来 围绕移民问题 美国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 以及民主与共和两党间对立严重 上个月 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联邦政府的一项请求 允许联邦边防巡逻队 拆除德克萨斯州边境部分铁丝网 不过 德州方面态度强硬 该州国民警卫队 拒不服从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的命令 反而设置了更多的铁丝网 并与联邦边防巡逻队展开对峙 加州流行病学家 Erika Penn博士近日表示 麻疹再次呈上升趋势 随着越来越多 未接种疫苗的人外出旅行 医生应警惕麻疹症状 因为他们有可能将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从麻疹较为常见的国家带回来 然后传染给这里 未接种疫苗的人 加州最近一次麻疹病例 大幅增加是在2019年 共有72人染疫 麻疹病例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减少 2021年和2022年没有发现病例 2023年有4例 今年截至2月初 已通报了两例 一例在圣地牙哥 一例在洛杉矶 大部分的麻疹病例 都是未曾接种过疫苗的儿童和青少年 加州卫生厅表示 麻疹的症状通常从发烧开始 接着是咳嗽 流鼻水 结膜炎或红炎症以及出疹子 确诊者在疹子出现的前4天到出疹子后的4天内 都具有传染性 香港特区政府2月15日公布 推出2024年度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鼓励企业提供职位 自2024年度起 计划除全年接受企业提交职位空缺 及和资格青年申请职位外 亦引入灵活措施 容许企业按业务需要申请延长 将青年派驻回港或到大湾区以外内地城市工作 以及聘用曾任职实习学员职位的和资格青年 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均有业务的企业可参与计划 参与企业需按照香港法例 以不低于月薪18000港元聘请和资格青年 并派驻他们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及接受在职培训 政府会向企业发放每名受聘青年 每月1万港元的津贴 最长为期18个月 企业可由即日起提交职位空缺 有效期至12月31日 聘请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参加计划的青年必须为香港居民 可合法在香港受雇工作 并于2022至2024年或班学士或以上学位